上集說了鋁布,這一集我們說說大布 就是這個20吋的Mint T9B 406 Disc 比傳統的英國小布和國布三四九的16吋輪組大 究竟它是否笨重了又不好踩呢?我們來試試吧 驚喜的是重量只是重12.7公斤,即不連腳踏 20吋的T9B竟然比16吋的T9B差不多重量 廠方確實是有些誠意,在車架下落了一些功夫 輪組沒有變得太單薄的情況下,亦都能夠偷輕 究竟騎乘感覺會不會飄浮呢?我們稍後再試吧 建議零售價是4000元港幣 至於有沒有優惠,請自行聯絡點長 通常你跟它說有看片,它都會給你優惠價 11-28的九速飛輪,大餅牙盤是52吋 飛輪最高可以升級到34 至於能不能夠改雙餅呢?應該可以的 但還是問回店長吧 但我個人喜好,我就喜歡單餅 42次,爬波和速度之間拿到平衡 亦都能夠偷輕 煞車用了單邊機械碟煞 但不要小看它,手感都很好 煞下去是不重手,亦都沒有雜音,沒有磨碟聲 有些型號一開箱,煞下去又有重手,又有碟聲 車家輪組闊度,前面74,後面120毫米 購買升級輪組的時候就注意了 車家輪與櫻簿和Mint 4P 74,112是不同的 厚碌是不兼用的 來看看視角上的大小分別 要用車輪組織處理 輪織距離是121厘米 比一般的角度,就105左右是長 加上大輪組織就應該會更加穩定 輪胎尺寸 1.35 吋粗 406 輪胎 我亦都喜歡這個型號,因為它的車輪圓滑一點 比Candard Quest 頭是平的,轉彎很難頂 單釘有紋的座椅甲,容易調節,也是穩固的 好,我們出街實際上路試車 短答案是好踩的,值得推薦 長答案就如下 輪組大了,軸距長了,行車是穩定的 而且遇到凹凸露面,障礙物時咬合角度小了 亦是更加舒服的 煞車亦都是安全和舒服的 我單手拿著左邊的碟煞煞車 右手拿著電話拍,亦都沒有急煞 但前煞千萬不要單手拿著前煞 車架亦都沒有帶給我踩空心鐵通的劣質車架 感覺是實在的 但這部車的剛性,仍然稍稍不及比較昂貴的Mince Bob 7 那部就要五千多元 其實這部Mince T9B 20吋 已經不是第一部20吋的國布 其他車店也有其他品牌 至於好不好踩,我就沒有試過 所以搭不到你 這部20吋的大布 就暫時來了顏色有這幾隻 另外一部車Mince T9C貨架版 亦都翻了韓版的粉色系 個人來說是非常順眼的 另外代表店長就分享一個實用的技巧 Shimano 1051 速長腿公路車後面速器 原本最高只支援34尺飛輪 但只要把高度調節螺絲拿出來 就換成兩cm或以上長的M4螺絲 將它扭入少許 就可以支援36尺飛輪 如果需要購買M4螺絲 可以參照附上的淘寶連結 好,到這裏 有什麼就請自行聯絡店長 有個連結一按就找到他